嘿各位好 欢迎收看网路科普小教室 我是蔡市场阿龙 在这个系列单元 我将跟各位介绍一些 网路资讯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 让大家以后在上网的时候 比较不会去踩到一些不必要的地雷 那在这一集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 就是关于这个加密这回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在2014年的时候 有一位长得很帅的演员叫班乃迪克 他拍了一部电影叫 模仿游戏 大概就是在讲说 在二次大战期间 敌方对方有一款加密设备 他们要传递这个资讯 传递这个电报 就是我今天要去打哪个地方 然后这个资讯是加密过的 他们透过一个叫做这个机器 在Enigma这个机器 去做一些编码 让你去 让你没有办法去拆 毕竟我们这个传送资讯 如果被拦截下来 如果我知道你今天要打哪里 我就去防哪里 这很危险 所以当时纳粹他们 就是用这个设备 其实还蛮厉害的 然后我们盟军这边 就是这个男主角 就是要去想办法去破解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 加密跟解密的过程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讲 这个加密 跟所谓的编码 是两回事 来我们接下来看这一串字 你看这个QTEYMZ 这个是这一串什么东西 你看到这一串的时候 也许对你来说 或对一般的人来说 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一寸乱 可是这个东西 如果在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 你眼中一看就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这事实上不是真的乱 我们来看一个 今年年底 就是大概前几个月的一个消息 这个其实蛮扯的 就是检举的资料 竟然在网络上被公开 那公开的样子 长什么样子呢 检举在台湾来说 检举是需要据名的 那据名的话 那万一我去检举你 或检举会惹到一些 不太好惹的人的时候 据名检举就是一件 蛮危险的事情 所以通常照理说 我们都不会去公开这些资讯 但是呢 一个不小心在电视上 或者在网络上 竟然可以看到这样的资讯 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一排 刚刚看了这一排 这个叫民众检举人代号 你看了那一串东西 你也许你看不懂 对你来讲可能是乱嘛 但是对懂技术的人来说 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编码 这种编码方式 这种编码方式叫base64 它不是一种加密 它是一种编码方式而已 它不是加密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像一个表格一样 你可以透过这种查标法的方式 例如说A B C D 他们各自都会有一个代码 然后经过 那个base64 这个转换之后 它就会得到 你刚刚看到那一串东西 我这边做个简单展示 给大家看一下 你就知道 事实上这是一个 就以编码来说 是一个相对容易 被反转的一个东西 来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 这个地方来一个echo echo一个例如说像是 我们就印一个身份证字好了 A12 3456789 这样 可以印出这一串东西出来 那我可以把它丢给一个叫base64 这个程式 这个细节大家就不用太在意 我可以把这一串字 丢给这个base64之后 你会发现它会得到这个东西 什么QTEY这一串 那你如果拿这一串东西呢 你今天拿这一串东西 我们再这个把它印出来 把这一串 我们再把它丢给这个base64 然后用解码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 我丢给它之后 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 你看得到A123456789 所以这个编码其实是非常容易 你只要知道这个编码方式 你就可以很容易把它反转回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编码 这不是加密 这要提醒大家 这个不是加密 它只是一种资料的转换而已 其实加密跟编码是两回事 不一样的东西 加密的英文叫incryption 然后编码是encoding encoding就是编码的概念是指说 我要把资料做一些格式转换 让它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认 但它不是加密 甚至有时候我们这个编码的目的 只是为了方便资料传输而已 举个例子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叫这个rot1 rotate1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编码方式 这个编码方式大概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假设我今天有个A 我会让它变成B 然后C变成D 往后面推一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举个例子 你看这I 我再推下来之后就变J L就变M 所以ILOVYOU这几个字 它经过rot1之后 就变成JMPWFZPV 你看下面这一串 这个JMPWFZPV 这个东西其实对你来讲 或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它就像一个乱码一样 但事实上你只要知道 这个东西的规则 你只要知道这个编码规则 你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反转回去 所以这个编码 编码只是 它只是一种资料的转换 它并不是真的在做加密 所以你只要知道 它是用什么方式去编码 就可以很容易把它反转回来 对于那些有心人数 或对技术比较好的人来说 他很多时候看到这个格式 我就知道 我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编码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转回来 所以像刚刚那个新闻例子 身份证之后一整排在那边 我只要把身份证之后 丢到我刚刚的工具里面 马上身份证之后就出来 这样以后就没有赶检举了 其实蛮可怕的 所以事实上加密这个概念 它是演算法 演算法当然还是有 但是它会再配一把钥匙 这个加密又有分 有分对称式的 跟非对称式的加密方式 这个大家也不用太纠结 这个名词 简单的白话一点的说的话 就是这个对称式是指说 我可以用同一把钥匙 去加密解密 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模仿游戏 那个电影里面看到 那一台设备 它那个就是说 例如说你有一台我有一台 我们用同样一把钥匙 去做加密解密 这个就是一种对称式的 加解密方法 用同样一把钥匙去加解密 那非对称呢 就是指说 我会有一把钥匙 专门拿来做加密 另外一把钥匙 专门拿来做解密 所以我这边加密之后 你到时候 我这一包东西给你 然后你到时候 拿到这一包东西之后 你拿你的另外一把钥匙 来做解密 这是两把不一样的钥匙 所以这个加密 就有分对称式跟非对称式 但是在技术上来说 有这两种 但不管怎么样 你加密东西 你有钥匙才能解 不然你只能可能使用什么暴力破解法 硬区把它算算出来 可是那个通常会花非常非常多时间 加密跟刚刚我们讲的编码 是两回事 刚刚你看到那个 秀在那个电视上 电视画面上面那些东西都是 算相对的比较容易被破解 那其实蛮危险的 那再来我就想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关于密码这件事情 来你想一下 各位在看这影片的时候想一下 你的Facebook的email跟密码 你的IG的账号跟密码 你的Gmail的账号跟密码 你的一些常逛的一些购物网站 像PC Home啦 蝦皮啊 这些网站的密码 你有几种组合 你有几种组合 还是你从头到尾就是一套密码 我们大部分的人 大概可能会有 也许会有两套三套 会有一些密码的组合的规则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记那么多种密码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组合的规则 但是有些人就去 我就是使用身份证字号墨基 或者用出生领域字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要讲这个 来来来 你知不知道你正在使用这个网站 或这个服务 它的密码有没有加密 技术上来说 其实你的账号跟密码 都会存放在那网站的资料库里面 那你怎么知道 那个网站是怎么存你的账号 跟存你的密码呢 举个例子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 比较不负责任的网站开发者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账号是这个 前面这一串 或者这个是前面我的账号 我的email 然后密码是这个 密码长这样 这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对 我的密码叫mypassword 或者123是qwer 这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看到你的密码长这样 就代表说 你这个网站是 你使用的密码 是没有经过加密的 问题是 这会怎么样 你又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大家都看不到不是吗 不是这样讲的 首先第一个 万一你的网站 一个不小心 或者这个网站 如果被 骇客入侵的时候 我今天骇客入侵 把你的这个资料库 全部带回家 就知道你email 跟你的密码的组合 你再回头想想想看 我刚刚一开始 问大家问题 你的 在常用的这些服务里面 你的账号密码 你有几种组合 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一套打到底 所以如果 我今天骇客入侵 拿到这一会员资料库之后 我可不可以拿它 去试你的Gmail 我可不可以拿去试你的Facebook 试你IG呢 这个是很危险的 就算今天没有 骇客入侵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 网站开发的人 或是一些资料库的 管资料库的人 坚守制造呢 他今天就是看到你的 就是对 也许对你的账号有兴趣 然后就打开资料库 就看到 哇 原来你的email是这个 你的账号是这个 你的密码是这个 那我就也许 这个虽然不太好 但我也看过 真的这么做 所以如果说假设你这个密码 没有加密 不管今天是被外面的人入侵 被骇客入侵了 还是网站开发人员 坚守制造 都有可能让你的账号 没有外泄 这很危险 所以通常我们会做一些加密 就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密码做一些加密 就算你今天拿到了 这个资料库 你骇客入侵 或者是你的网站人员 打开这个资料库 看到他都是看到一串 很复杂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直接去知道 这个答案是什么 我在几年前 大概在十来年前 有一个网站叫做 我的密码没加密 这个网站是我们一个朋友做的 他们那时候 真的去找了很多的网站 然后去试 他们就发现 真的有很多网站 但那个密码都没有加密 他怎么做到的 怎么样去确定 你怎么会知道 你难道你入侵他们家吗 其实不需要 他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 就是你去试试看 忘记密码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你们在一般我们的网站 就是当你点击忘记密码 会发生什么事 他会寄一个连结给你 对 但如果说假设 你们现在想想看 如果假设你的服务是 忘记密码 你点击 然后再来 你就叫你填email 然后他就把密码寄给你 这什么意思 就代表他知道 你的密码是什么 他知道 就是你的密码 存在资料库里面 是明码的方式存在 因为如果编码过 我根本就看不懂 我的密码是什么 所以现在比较常看到 这些的做法都是 忘记密码 填email 然后他会寄一封信给你 请你重新设定密码 因为密码照理说 不应该可以被查询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 在想为什么不能查 我的密码是什么 如果你可以请人家 帮你查密码 就代表他看到你密码 或者是那个资料库本身 他这个密码 就是密码存在的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现在常见到 看到的手法 就是忘记密码 填email 然后收到一个重设连结 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至少这么做 你的密码万一哪一天 或者这个资料库万一哪一天 外泄了 不管什么原因外泄了 至少你的账号密码 还有一定隐蔽性 那我们常在处理 这些所谓的加密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演算法 例如说可能 这个叫SHA家族的演算法 有SHA1或者叫SHA1 或者SHA256 这些演算法 这些演算法的特点 就是他只要有一个字不一样 他就长得完全不一样 好 那例如举例来说 这个地方我只要输入 Hello这个字 我可以把它丢给 例如说SHA演算法 他可以算出 这一串很复杂的东西出来 好 AAF是这个 我来试给大家看 一样在这个地方 echo一个 例如说 Hello这个字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丢给这个 叫做SHA1 这个程式 你会看到他得到这一串 AAF是这一串 而且我只要有一个字不一样 例如说我把这个O换成1好了 他完全是变得不一样 他不是差几个字而已 他整串完全不一样 所以透过这些 这个演算法呢 其实相对比较不容易被反解 不是说解不出来 而是他在算的时候啊 你要 因为他有太多排列组合 你只能使用暴力破解法 硬去算 你要去试各种的排列组合 所以用这种演算法 他比较不容易被反解 好 这个不是加密 他只是用演算法而已 好 那所以 当我们今天资料库里面的密码 如果就长这样 我们密码如果是hello的话 他现在存在资料库里面 存这个什么AAF4 这一串这么长的密码 一般人看到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集啊 大概简单做个简单的小节 就是这个关于加密这件事情 首先加密跟编码是两为式 加密不等于编码 编码不等于加密 你在网上看到很多 看起来像乱码的东西 在很多的高手眼里 那个东西就是一个 算是相对的密码 我只要知道它的规则 因为大部分的编码 他们编出来的东西 都有一个样子在 所以我只要知道 你是用什么方式的编码 很快就可以把它解回来 但加密就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没有所谓什么密码是破不了的 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加密方法是破不了的 只是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而已 例如说你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你要用非常快的电脑去算 可能要算非常非常久 但没有所谓破不了密码 我只要使用暴力破解法 就是不断的去算 跑回圈一直不断的去算 总有一天我会算出来 只是说算出来 那个时间可能是真的到 十年到百年 要这么久 所以那个代价 可能要非常非常沉重而已 好 那我们这一集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集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工程师 到底写程师 是在写什么样程式 好 网路客户小教室 我们下期见 bye